大家好,我是TeeterRumbo彩虹老师 先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今天要教大家用粉拉笔加气球 再加水彩画一个好朋友的儿童节 在开始画画之前 请大家准备一张图画纸 粉拉笔 蛋糕盘 气球 还有白色、绿色、蓝色的水彩 最后呢,需要大家准备一支水彩笔就好了 记得准备一小杯的水哟 首先我们拿出气球 把它吹得跟你的头一样大 放在纸纸的下半部 放在一半的位置 我们要来画一个大大的半圆形 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蜡笔颜色 跟着气球的形状 轻轻的描一下 美丽的半圆形就出来了 然后找出属于你的皮肤色 我们要在这个半圆形中间画上你自己 先画一个大头头 然后呢,把你眼睛的位置找出来 记得要把整个脸都涂满 千万不要让你自己变成气球大头 再加上两个小耳朵 再加上两个小耳朵 还有可爱的一对小腮红 看你喜欢粉红色 橘色还是红色都可以哦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小鼻子 再来呢,儿童节啊 要一个开开心心的笑笑嘴 希望大家的儿童节啊 都可以笑得开开心心的呢 然后眼珠珠 还有你们的眉毛 要不要睫毛这些啊 都可以照照镜子 看看你需要什么 慢慢的一点一点画上去 那至于头发的话呢 每个人的发型都不一样 有人是长头发 有人是短头发 这个啊,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甚至啊,帮自己的头发 换个颜色也都可以哦 偷偷画好之后呢 就要为自己搭配一件 可爱的衣服来过儿童节 Teejan Rainbow呢 决定穿一件草绿色的上衣 还有一件漂亮的彩虹裙 衣服的颜色款式呢 小朋友可以自己设计 但是一定一定要记得 不要把自己画成竹竿一样细细的哦 要把身体的厚度画出来 还要记得涂满颜色 不然呢,就变成国王的新衣咯 画好衣服 记得拿皮肤色 把两只手手张开来画 我们要跟好朋友手牵手 一定要记得往左右两边 用力的伸出去 这样才可以画好朋友哦 最后呢,如果你觉得衣服太单调 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可爱的图案 或者是边线 让它更有层次哦 那每个人的好朋友都不同 可以是你的同学 可以是你的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 阿公阿嬷都可以 那Teejan Rainbow的好朋友 第一个就是 我可爱的Baddle 那这边我就要来一个黑熊好朋友 Bloom 再来一个小猴子 Bloom 然后请云霸来好了 Bloom 不管你有几个好朋友 只要顺着刚刚画的半圆形 手牵手的画下去就可以咯 最后呢 拿出白色的蜡笔 在天空上 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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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转 转出几片小白云就可以咯 现在画白云看不到没关系 等一下涂垂彩的时候就很漂亮咯 天空还可以来一道彩虹 好了 蜡笔的部分完成了 我们要来玩水彩咯 先拿出上次生日没用完的小蛋糕盘 然后放在旁边 我们今天请蛋糕盘当调色盘 先在调色盘上面挤上蓝色的水彩 水一片挤咯咯咯 再请我们的水彩笔出场 用你们家头最大的水彩笔就好了 再沾上很多很多的水 直接呢涂在我们的天空的部分 满满的水都涂上去 湿答答的让这个半圆形以上的天空啊 全部都涂满水喝饱饱 衬着我们的天空现在湿答答的沾一点点蓝色水彩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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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在天空上 燃燃出漂亮的天空藍 塗完天空之後 再把綠色的水彩拿出來 一樣的擠在我們的調色盤上 用力的啵啾擠一大坨 還有我們的白色水彩顏料 也一樣啵啾擠一大坨 記得三個顏色的位置要分開來 不能全部攪在一起喔 然後拿出我們剛剛吹的大氣球 用氣球的屁股在這個蛋糕盤上面 轉轉轉 沾滿了三個顏色 像這樣子 然後用力的在我們剛剛畫的半圓形上面 轉轉轉轉轉轉 轉出地球的圖案 如果小朋友覺得地球的形狀不夠明顯的話 我們可以再用深藍色的水彩 用水彩筆加深一下地球的邊緣 這樣子我們美麗的地球就完成囉 你學會用氣球畫地球了嗎 好不好玩呢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幫Teacher Rainbow 彩虹老師按讚 分享加訂閱喔 掰掰